初为人母的新手妈妈在母乳喂养中会遭遇怎样的困难 孩子啼哭到底有什么含义 奶水不足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如何才能判断母乳喂养是否足够 健康之路携手卫生部母乳喂养专家 与您一起分享沟通 帮您的孩子站在健康起跑线上 敬请收看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 在母亲黄毅的眼中 女儿云妞的快乐也是她快乐的源泉 但是在云妞长大的日子里 母乳喂养的过程却让黄毅经历了初为人母的艰难 这是她此前没有想到的 就刚生完宝宝嘛我其实就下奶了 但是因为我的那个乳头有点凹陷 它就小它根本就叼不住出来就特别大 然后它这边在那吃那边在那流 哎呦它还饿还哇哇哇在那哭 虽然孩子哇哇大哭 黄毅还是希望坚持母乳喂养 但是一个月过去了孩子的体重仅仅增加了200克 这让黄毅母乳喂养的信心开始动摇 当时特别矛盾我就想医生就跟我说说你实在不行你就放弃母乳喂养吧 说现在那个奶粉的质量也挺好的 而且你这点奶还不够它折腾的呢 黄毅知道母乳是孩子最好最健康的食品 但是现在女儿却吃不到 心情矛盾的黄毅并不甘心放弃 他认为奶水给孩子的不仅是营养还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而且这是一种天然的资源 如果你要是不继续下去 你就属于你放弃你自动放弃的这种资源呀 你什么都可以给孩子以后 你可以给他买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都可以买 唯独这种资源你是买不了的 坚持还是放弃 黄毅左右为难 他不知道自己在哺乳过程中遭遇的这个难题究竟该如何解决 其实现在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呢 大家都知道母乳喂养啊 对于宝宝的健康呢是最重要的 但是呢就像片子当中的那位妈妈一样 可能很多妈妈在喂养的过程当中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让我们很难再坚持母乳喂养 那我们通过短片呢去认识一下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 王立新中华护理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卫生部爱英医院母乳喂养专家组成员 原北京妇产医院护理部主任 张珊珊儿子杨阳现在四个月大 产后一直坚持母乳喂养 虽然做产科护士已经九年了 但是作为一个新手妈妈 在母乳喂养中同样经历了很多波折 谢欣怀孕三十八周 是一位坚定的母乳喂养支持者 很希望在产前能够有机会了解更多的母乳喂养知识 来我们先问一下珊珊 开始就是给她进行母乳喂养的时候 遇到困难了吗 一开始因为我是抛股产 抛股产就是康三天之前 一直就是奶特别特别少 她刚开始吃的时候真的是尊心的疼 就恨不得就是把乳房切掉的心都有 你看那个珊珊这讲完经历之后 欣欣我刚才注意到有一点皱美 听着有点担心 我包括有其他朋友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一个是当时下来比较慢 然后后来就放弃了 就等于是母乳喂养的失败 王主任您平时都是接触这些新妈妈们 就是像那个片子当中存在着 在母乳喂养过什么当中 遇到问题的女性多吗 有好多都会存在很多的问题 都会碰到困难 像刚才说的扁平乳头的问题 乳头疼痛的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可以解决的 然后刚才片子当中提到的 他说他自己乳房是有凹陷的 对 凹陷的乳房是什么样的 凹陷的乳房就是因为乳头和乳韵的 肌纤维有点紧 紧了以后你想他一紧 就把乳头和乳韵给拉进去了 拉进去了 所以他就会 所以这个怎么解决呢 让纤维变长 是不是乳头就出来了 对 所以到了那个37周以后呢 每天呢 做两三次 这种牵拉 顿着这个乳头 给他这个乳头乳 往下顿一顿 给它顿出来 给它顿出来 让它的纤维变长 就这个工作是可以做在前面的 37周 只能37周以后才能做 为什么呢 因为你刺激这个乳头就会产生催产素 妈妈体内会产生催产素 一产生催产素 发动公缩该早产了 37周以后分娩了 是足月分娩 但是还有一点特别重要 越是扁平挖线 这种乳头发育有缺陷的这样的 那个孩子越不能让他接触奶瓶奶头 或者是别的妈妈 那个正常的乳头 为什么 因为你使用了奶瓶 奶头那橡胶奶头 你想他那个放几个孔 出奶特别匀 小孩他觉得那特容易 你让小孩接触了这个容易的 你再让他接触那男的 他不接触 他就会妈妈一抱着一吃奶 孩子就哭 这叫乳头错觉 然后紧接着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了 这个不是有这个要喂吗 喂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好多宝宝 他找不到乳头 那问问那个欣欣 你知道就是 如果宝宝要是 就找不着那个奶头 或叼不住那个奶头的时候 该怎么办 就是我可以帮助他一下 比方说送一下 但我知道好像有一个小开关 你只要碰了就能够 很顺利的把乳头放到宝宝的嘴里 咱再问问有经验的 珊珊 你觉得触碰哪是 他饿的时候吗 然后他就会闭着眼睛 然后他嘴就到处找 然后我就是会拿着拖着乳房 然后就是碰他那个小嘴的周围 他一下就做住了 就是这样 嘴的周围还不是直接碰嘴是吗 不是直接碰嘴 碰哪里 对上嘴唇 碰这儿 宝宝就会吃到 对 上嘴唇 为什么不刺激下嘴唇 要上嘴唇呢 因为你只有刺激孩子上嘴唇 小孩是不是这样 往上去找这种头 小孩因为往上找 是不是小孩的下颌 就头有点往上扬 小孩的下颌 就紧贴着妈妈的乳房上了 这样紧贴着妈妈的乳房上 鼻子和乳房之间 就会有一个空隙 不堵鼻子 如果好比我刺激 他的下嘴唇和这个地方 孩子就这样来吃 你这个乳房 直着搁进去的时候 下颌没有紧贴着妈妈的乳房上 是不是鼻子和乳房 就会这样堵住 所以就这样 真是很重要 真是一个小技巧 这个是在母乳过程当中 先要遇到的两个问题 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有很多问题 其中我们片子当中 这位女性也提到了 奶水不足 可能也会带给很多母亲痛苦 咱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新生命衣食 母亲的乳汁 便是大自然赐予的最好礼物 是它让人类得以繁衍 使母子心情血浓于水 如今的妈妈们 从各种渠道提供的信息中 都已懂得母乳喂养 有着其他喂养方式 无法替代的优势 但在现实中 这种最健康的捕育方式 却遭遇了一些尴尬 您的宝宝现在多大 现在42天 你那个现在的 他吃你自己的奶 不 吃那个奶粉 这孩子现在多大 50天 您是在那个母乳喂养 混合 从买初买月 第二个月开始 混合喂养的母乳和奶粉 混合喂养的 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 我们共采访了14位新妈妈 结果是 只有三人采取纯母乳喂养 有两人采取了奶粉喂养 九人采取奶粉加母乳的 汇养方式 这意味着 有近半数的孩子 不能完全得到母乳 这种天然健康的食物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 这种情况的出现呢 因为母乳不够 他吃完了 他还是一直哭 你喂 再喂奶粉喂完了 他就不哭了 不够吃 他哭 就买奶粉给他吃 因为他这个母乳不够 这孩子他就睡眠 就是睡觉睡不好 后来人家说 就是因为母乳不够 然后吃了奶粉之后 他就睡眠 生活就比较有规律了 我的奶比较少 不多 他吃母乳吧 有的时候就特费劲 你知道吧 然后小孩着急 人也着急 大人也着急 来干脆的就是 吃那个 吃奶瓶 吃他自己来得快 就那个奶 量一下能吸好多 他也太不着急 吃母乳不行 量不够 看来奶水不足 是妈妈们放弃 母乳喂养的主要原因 让我们感到不解的是 如今的生活病好了 为什么 却有越来越多的妈妈 奶水不足呢 所以就什么样的原因 导致了这奶水不足呢 奶不足的 其实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给孩子加奶了 尤其是生完的前三天 为什么说前三天 一加了奶 妈妈就奶不足了呢 在这儿呢 我就说说这下奶的机制 因为这奶是怎么下的奶呢 这张图你看就是 小孩吸着水 就看到 看到这个红的这个线 是不是 这个反射就传到 妈妈脑垂体 妈妈的脑垂体产生两种激素 这个激素通过血液循环 又来到了妈妈的乳房 蜜乳素呢 作用在乳腺上 这乳腺就产生奶了 产生乳汁了 是不是啊 然后还有催残素呢 作用在肌肉上 肌肉一收缩 把奶送在乳头乳运的 孩子就吃到奶了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尤其是夜里要刺激 因为夜间产生的蜜乳素 比白天多 如果你不让孩子刺激 你不让他吃 妈妈就没有蜜乳素的产生 可不是就没有奶吗 就是说实话 在月子里的时候 添加过一次 因为那个呢 是我太累了 真的晚上 因为我老公 他也那个 跟我一块歇的产假 他也累 我也累 孩子在小床上 几乎就是一个半 到两个小时醒一次 然后他得把孩子 给我抱过来 我喂完之后 他得抱回去 然后他也看我 挺心疼我的 他说不行就加奶吧 加了大概有60毫升奶 然后八个小时就没吃 然后我一直睡到六点 睡完六点之后 就六点起床之后 这个奶胀了特别特别疼 所以当时那个就想 是我舒服了 但是孩子吧 一个是一宿也没给他吃 就觉得挺对不起他的 是这样的 很多妈妈 尤其是爷爷奶奶 老了老爷的 总是担心那个 当时第一天第二天 没有那么多奶 奶很少的 可能是妈妈的乳房里 就有一毫升两毫升奶 那个奶的爷爷奶的 就说又别饿着我孙子 赶紧阿姨给我们加点奶吧 这一加奶 只要给孩子加了葡萄糖水 加了奶了 你不刺激这个乳头 他就下不来奶 他可以说 问题是吗 所以说我说 不用担心孩子第一天饿呢 其实你看第一天 孩子的胃就是这么点 好小 对 你要一下给孩子加十毫升 二十毫升的这样加进 小孩的胃一下扩张 孩子倒不舒服 倒有时候哭 你想想买这个道理 对 他接受不了撑着了 第一天这么大 那再往后那两三天呢 这个是三天以后的 三天以后妈妈奶就下来了 三天以后妈妈奶就下来了 所以才这样的 就在一开始那前一个星期的时候 妈妈没有经验 都摸不着头脑 所以孩子一旦哭吧 你也不知道他是饿呀 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呀 或者到底胃没胃饱 有什么样的方法 能够观察出 这个奶水到底充不充足 够不够吃 这个其实是很容易观察的 我们主要其实就看两点 主要就是看尿量和体重的增长 因为出生第一天以后 大家看这张图 出生第一天 小孩有第一次小便 有一次小便就可以了 三天以后我们的奶就逐渐的下来了 你看小便的次数也逐渐的增多了 说明奶特别足 绝对没问题 是几次小便呢 要六次小便 放心孩子一定是吃饱了 但这有一个前提是纯木入味啊 你如果加了水 加了奶粉了 那可就不准了 还有一个客观的指标就是体重 我们呢是出了满月 小孩长一斤就可以 因为他前十天小孩是不长体重的 小孩生理性体重下降 把体重的回升 只有后二十天孩子才长体重的 所以长一斤 出满月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告诉妈妈 拿尿布把孩子兜起来 用个弹簧胜一腰 长一斤 说明喂的挺好的 说出满月就想让孩子长三斤二斤 这个不客观 但是以后 像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就长得多了 小孩长二斤呀 长三斤 这个时候都有 坚持母乳喂养 是确保婴儿健康成长的第一步 在这个过程中 新手妈妈需要不断学习 不断体验 才能实现成功母乳喂养 在中国人的习惯当中 要想母乳量多致好 做月子的时候 就一定要多喝汤水 但是专家却不这么认为 我想问一下 珊珊 就是你最近这一段时间 你有统计过喝了多少种 喝了多少量的汤吗 量我没统计过 种呢 就是因为我在月子里 然后我老公 我爸爸妈妈 就是鲸鱼汤 猪蹄汤 还有我们同事给我介绍的 木瓜炖牛奶 还有牢骚汤 我听说的也是这些 还有好像听说有海带汤什么的 不知道是不是 还有听说是海蛰汤 但是我是没喝过 还有的妈妈就觉得什么呢 喝汤就奶多 家里等这个奶不足了 就给妈妈使劲的喝汤 这是没有科学道理的 这个咱们不都是那个 用这个汤来催奶吗 下奶不都是喝什么鲸鱼汤啊 对 猪蹄汤啊 这咱们应该喝 因为你看产后我们都喝鸡汤 鱼汤排骨汤猪蹄汤 为了妈妈的影响你应该喝汤 还有一个呢 终归只要出来这么多乳汁 你要比平糖的汤汤水水要多一点 但是不能特别多 特别多乳汁倒少 什么呀 因为泌尿的受体和母乳在一个受体上 如果你喝的汤特别多了 你的尿就特别多 你占用的受体占用多了 泌尿的受体占不上去乳汁倒少 所以每顿饭我们一般产妇吃五顿饭 这五顿饭呢 都要喝一小碗汤 这是很好的 喝一小碗汤 然后呢 你渴了喝水就行了 不要特意的喝特别特别多的汤 不用这样的 但口渴要喝 就是这个每顿五顿都是这一小碗 不同的汤最好是这样了 最好是一天别 就是我今天这一天我都喝骨头汤 不要这样 最好是这五顿汤有不同种类的 营养得到的更全 就是最多咱这一天也就喝那五小碗汤就行了 别多喝 渴了喝水 渴了喝水 然后早晚最好还要喝点奶 因为奶是补钙的问题 妈妈补钙的问题 其实就够了 刚才咱们提到有一些因素是阻碍这个乳汁分泌的 有哪些是能够帮助乳汁更好分泌的 看妈妈喂奶的时候 这个手抚摸抚摸孩子头 拉了孩子的小手 这个一个是帮着下男 还有一个对孩子是不是有好处 这是跟我们每次给孩子做辅助 不是一个道理的吗 对不对 良性的刺激 但是这块我要说一下 有的妈妈的刺激不对 有的我们医务人员对孩子的刺激不对 尤其是在小孩吃奶的时候 小孩吃奶应该吃吃停停吗 对不对 因为他很累吃奶 一停下来的时候 这样拽耳朵 拽耳朵脚心 这个一定不能这么做 是有上课的老师这么说 说挠脚心 挠脚心 有的那个护士就是一看孩子不吃了走到那儿 挠到他脚心 孩子多难受啊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这种方法 所以这个触摸呢 是对孩子真是一个很好的刺激 有一些因素就可能会 不是完全受我们自己控制的 就会影响到奶水 比如说情绪的问题 对 因为奶水的分泌吧 其实和妈妈的情绪还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为什么有时候说 在产后的时候 我们老跟丈夫说 一定要让产妇有一个良好的心情 有的丈夫说怎么有良好心情 说好听的话呗 对不对啊 继续吧 老婆你看你那么辛苦 生了孩子又做了抛肤产 现在呢 生完了以后你还得母乳喂养 还得喂孩子 你真辛苦 还有呢 老婆在那儿喂奶的时候 你作为丈夫在后边给捏捏后背 是不是啊 让他有个依靠 不是给他捏捏后背 还有呢 放松你的情绪 做一些按摩 是家里人 尤其是爱人 可以帮助这个 我们女性做一些按摩 帮助乳脂分泌 这个方法是什么 我觉得特别好 应该教给大家 那我们示范一下 好 我们就是看这脊柱吧 这脊柱 从胸椎到腰椎 这个距离 我们用两个拇指 你看我的拇指是这样的 两个拇指 在脊柱的两侧 做这种旋转 你看 这样做旋转 然后再往下走 做旋转 一直做的腰椎 稍微用点力气 再脊柱两侧 这就让妈妈放松 这就让妈妈放松 来回坐 上下去 坐一遍 再坐一遍 来回坐 还有呢 可以帮着妈妈 把这个肩膀松一松 因为她老胃奶 是很累的嘛 松松肩膀 让她松松这个 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我们为了掩饰方便 是让珊珊坐着的 但是实际 正要坐的时候 那个 是应该 搭在桌子上 是那个 是这样 坐低一点 把两个手 放在桌子上 让她的头 我枕着这个手上 母房悬着 在后边给她做就可以了 欣欣你觉得 学会了吗 这个方法 要掌握吗 很容易掌握 我家教你账 主要是她要学会 对 这个方法 其实还是很简单的 我觉得两位 听完今天的这个 王主任的介绍之后 有什么样的收获 跟我们也分享一下 开始觉得增加了自信 就是因为 就是刚才听 听您讲 就是所有的问题出现 都是有原因的 然后我们都是有对策 去解决它的 也可以预防的 对 也可以预防 所以我觉得 自己的母乳未养 一定能成功 我也是信心十足 一开始就觉得 四个半月我要上班了 上班之后 就是很怕没有奶 但是现在 听了这个主任的 这个讲课呢 就是觉得吧 那个上班了 你也可以拿些奶 去吸一吸 去刺激这个乳房 这样呢 也能保证 它这个乳质分泌出来 其实关于母乳未养呢 您可能还有很多 想了解的问题 那么关于这个 母乳未养的第一课 您还有哪些 想了解的呢 那么你想知道 我来问 接下来呢 进入到专家的快速问答 你母乳未养 多长时间最好呢 六个月 纯母乳未养 六个月 之后呢 要给孩子加副食 一直到两岁 这是最好的 好 那产后哪个时段的乳汁 算是出乳呢 一到三天是出乳 三天到七天呢 是混合乳 到了十天以后 就是成熟乳了 那这个出乳和成熟乳 从形态上 能够区别出来吗 能 出乳呢 是黄色的 成熟乳是乳白色的 这个喝母乳的孩子 还用不用再喝水呢 不用 就是炎热的夏天 也不用喝水 乳汁既是孩子的饭 也是孩子的饮料 饿了吃 渴了喝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 广告之后呢 是精彩的节目导师 期待你们 请您收看 初为人母的新手妈妈 在母乳喂养中 会遭遇诸多困难 喂奶姿势 有哪些讲究 哺乳期如何预防 乳腺癌 哺乳妈妈的饮食禁忌 是什么 健康之路 携手卫生部 母乳喂养专家 与您一起分享沟通 帮您的孩子 站在健康起跑线上 敬请收看 座岛 屎